这个叫向上探索 向下探索 多向下探索 连去向下探索 连去的意思是说 他从1月到2月到3月到4月 这种连去的概念 当我点一下他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请看这条线 对你看这时候 我就不喜欢这个白色的背景 所以我先把这个背景 资料标签的背景先拿掉 好请看一下 现在你看到的是G 以G为单位 这是2011年第1季 这是第2季 第3季 第4季 2012年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所以其实我们约略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在刚开始的时候 它其实有这样子慢慢上升 对不对 可是到了这一年 好像开始稍微下降 然后到这时候 它是不是又在上升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大概是维持维持维为上升的趋势 这样子是慢慢的像股市的一个上下震动的一个跌幅的方式 绝对不会是直线下降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吗 好 我的意思是说 通常我们在看比例的时候 才会看到这种震荡 那可是你去看股市 股市哪里有算什么比例 它就是那个金钱 对不对 多少钱可以买到这一张股票 好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 在进口分析的时候 如果你这边 我们一样可以往下下探 好 点它 然后拉到右边去 我们改成折线图好了 这样我就不用拉了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是直线上升 好 再继续下探 它这边就变成 除了刚刚是月 对不对 月大概维持在这边 然后这 G 然后这是月 它就直接这样冲上去 好 那这叫向上探索